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这个 跟盘挺好的 第一节够短 第二节没毛病 结果梳头往这走了 如果梳头往这走的话 那就是往这走了 然后回去没问题 其实现在也能办 那就是把它复正 然后呢 这一节跟这一节会长得一样粗 然后跟它形成过度 也就长得这么粗 这两节长得这么粗 对比它粗 然后呢 这边再出一个芽 这边出一个点 是没问题 这是一个方案 那就把这边作为第一侧枝 绝对把它这一块 可能你把这个搅了 就这两个只留一个就行了 留一个就行了 这是一个方案 还一个方案呢 就是留一个淋水 做个鞋干的 然后呢 把它作为第一支坨 这个做第二支坨 把它稍微往上浮一点 把这个作为底 我做过一个这样的 还可以 不管怎么 我们把这儿 咱先把这个 给处理了 你看 如果说把它作为主干 也继续往这延伸的话 这也没毛病 是吧 嗯 这第一支坨到时候 第八一支 第二支坨 都是没毛病的 那这样成型比较快 因为就养这个 跟它的过渡就行了 是吧 有两个拖了 成型会比较快 如果说咱 这个 走个 从这边看看 如果说咱要把它 扶正它的话 在一个背面 把它扶正 也快 把它扶正的话 肯定这是正的 这是正的 是吧 有这个支 把它往这掰一点 稍微慢点 因为这个 你要把这一小小骨尖 跟它养成过度 就得养的这么粗 慢点 不过要那样的话呢 这个还真是 这个桌上从这儿搅了 从这儿搅了 一支点塌 把它 催起来尽快 嗯 还不错 这个主干呢 可就挖的够可以了 直接往这儿 来了一个直弯 来了一个硬弯 这两截肯定得长得一样粗了 这截跟这截 它没法形成过度 就把它作为一截了 整个就这么一感觉 是吧 把它们养成 跟它养好过度 把这块整个我剪到这边 这个切了 要留着的话不大很难 这个太粗了 什么时候才能注意上 它能让它成为第一 都说它得多粗 对吧 这很难 可以这么考虑 可以考虑把它剪了 剪了 培养它 这样 这样 稍微一带 稍微一带把它带直 这个白蜡 其实不适合上铝丝 它特别容易限丝 长得快 就是稍微一带 它这个定型呢 基本上半个月 半个多月 已经行了 来 把它干掉 从下面看看 它干掉 这边切个细致 把它割成第一支撮 稍微我这一带 嗯 那么这带呢 就简单了 你能把那块枝子给我 那个粗的 腿跟上那个粗的 再往腿那按这块 用这种呢 就直接这样 我这一别 来 它说了从这儿就 有处置点 它往这儿培养 行了 说 把这个作为正粮 这个感觉还可以了 OK 就这么定了